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市场脉动呢 今天要为您讨论的 就是如何投资金币 是 我们说这个春节期间 金币的市场又火热起来 尤其是12生肖的纪念币 通常因为是限量发行的 所以会特别的引起公众热购 我常说金币金币 这个含劲量是不是非常高呢 到底什么是金币呢 来看看 首先金币主要是由政府来认证 以黄金作为材质制造 按照规定的成色和规格 铸造成指定的形状 并且是具有一定的货币价值的货币 那这个金币其实也分为两大类 第一种就是普通金币 或者是被称为投资金币 那还有一种就是纯金币 主要就是 这就是主要是纯金币 让人家是买来投资的 那另外一种呢 则是叫做纪念金币 纪念金它所谓的溢价就比较高一点 那么发行的数量也比较少 所以一般上人家比较是买来收藏 现在赶快的简单二要的了解了金币的分类 那我们要掌握这个投资秘诀了 马上起来国际这个 我们应该说呢 这个过去黄金价格 过去三年的就持续下跌 这个金价走低的话 现在是不是就进场的好机会 这个问题要问嘉宾了 马上来欢迎的是 新加坡造币厂执行长 叶博莲先生你好 叶博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所以我说这个投资投资 其实到底金币的投资价值 要怎么样帮我们理清这个概念 是 能赚钱吗 最主要的就是 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已经分类了 投资币就是我们一般上 英文所简称的bullient 它们就是比较有一种投机的那种心态 因为你买的就是黄金 或是白银 它的差价 那个溢价其实很低 你进场很容易 而且很容易地卖 那讲到我们说的 这个纪念币 纪念币就不一样 它的量比较少 而且它的那个溢价 会比较高一点 这个我讲一个比喻 就好像说一个人你看到 就纸张跟画 不过脸就好像是纸张 你对纸张的情形好 你就买纸张买一吨 如果纸张涨 你就把它卖掉 就贵在西容 对 可是如果你说你是买一幅画 它是限量 它是画在一张纸上 潜在价值还是一张纸 可是画家画下去了之后 就不一样 因为它有主题 意思是说 纪念币它所使用的这个材质 是不一样的吗 它的含金量都一样 其实含金量都一样 所以它的底 就是它的成分的价钱是一样的 就是说潜在价值 黄金的价值是一样 可是它有加工 它的工艺比较细 而且它是限量发行 而且它有主题 所以它文化跟艺术价值 也会比较高一些 那会一般上售价就比较高了 对 那到底这个主要的投资价值 我们还得留意哪些 比方说这个投资币来说 投资币一般上就是发行国 还有就是它的重量 纯度 如果是说收藏币就不要 它不只是要发行国 是一个国家认识的一个 好的发行国之外 工艺 防养技术 主题 还有就是发行量 越少就越好 越稀有 所以以它的市场的增值来讲的话 应该是 反而是收藏币 它有可能会飙升的幅度比较大 所以它的行情会涨不会跌吗 它跌 因为它已经 它不再是以 黄金的潜在价值 来评论 就是在定它的价位 它是以一个艺术的价值来定 所以黄金走下 下坡的话 那它这个投资币会跟着下 可是我们说的收藏币的话 它就不会 它的幅度只会往上飘 是不会 很少 很少 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 少数出现的例子 因为大概是什么因素 这少数就是它就是原地不动 就是还是以它发行价 我们有没有一些例子 比方说一些收藏价值挺好的一些金领币 它的这个短期内它的增值 这几年就是我们看到 增值就比较突出一点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SG50 去年发行了 去年发行的时候才1100多块 现在市场上已经卖到2500到3000块 已经滚上一倍了 所谓的市场 请问就是收藏家之间的交易 还是是店家 他们就想要买要找 可是没有了 他就去上网 去找一些二手商去问价钱 我了解到的 现在大概是2500到3000块 市价 但是以含金量来讲 它大概是 含金量其实是 一样 没有这么多 潜在价值可能就是800块 也不低了 也不低 但是投资者如果要进行这个投资 或者买卖的话 他还有哪些平台可以去 去卖掉这些脱手呢 之前就没有这么透明化 所以我们招费厂也开始了 在几年前我们就设了一个平台 叫e-trade 就是让买家跟卖家都上网去提供 我们提供这免费服务也不收费 就是他们都能够在那里 就是可以很清楚了解说 这个市场的价钱在哪里 蛮公开的 对 蛮公开的 国际 是国际市场 还是只有本地的买家在交易 就谁都可以 都可以上 他提供了下一个平台 那除了这个平台之外 有没有一些中介呢 比方说可能一些 卖铜币的 或者卖银币的这些中介商 有一些二手商 他们就也参与了这个 他们也在看这个平台 来为自己定价 所以这个收藏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纪念币的话 要怎么样去炒 刚刚那个价钱 就要靠这票人了 对 因为我们造币厂不能炒 那如果说是刚才你讲的 这投资币就是 它交易的主要就是 还是以它的成分为重点的话 刚你也提到说 所以如果黄金的价钱掉 它的价值也有可能 随之被拖累下去 所以你看 我从2012年来看 美安市的黄金 是大概1669块美金 那么下滑到目前的1100块 现在进场道来投资 是不是好时机呢 其实你 因为我们是以一个 很短的时间来看黄金 黄金是走下坡 可是如果你拉长一点的话 如果你拿一个50年的来看 就不要短 是要长远 长远的话 你看50年前 黄金才30块美金 以前房子也比较便宜 对 所以它主要的功能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你要 他们买黄金 有的人的 就是说通货膨胀 不会影响到 它的保值就在这里 所以现在你说 对 它从1700块掉到 1100 可是从新加坡人的角度来看 它其实下跌的没有这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用新币 因为美金跟黄金是一个对比 黄金在走下的时候 美金就在升 它是以汇率 对 那个汇率 我懂了 就是因为它这个新加坡的汇率 它是以汇率 算是一篮子的汇率 那能不能说 这个黄金走下滑的话 这个投资价值也不会下滑 会受一点影响 可是不会说很大的影响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就是叶先生有帮我们提到说 因为这个国际金价 但是我们从在新加坡买的时候 还要再通过这个汇率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图表上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对 你看这个是南线 就是我们说的美金的那条 就是黄金用美金来购买的时候 那个下滑 如果我们把那个兑换率 就是新币的兑换率定在2012年 就是1.2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相对的下滑 可是事实上你看到那个率线 就是我们因为美金在涨 现在是1.4 兑换率也不同 所以对新加坡来说 你看如果是我们用新币来算的话 它下滑其实没有这么大 虽然也下滑 但是输少就是赢了 对 可是它也会涨 是 所以在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细节 这些是要注意的 所以投资者要留意些什么呢 如果在购买这个金银币的时候 你要看看就是两个因素 就是看了美金对新币的一个兑换率 就宏观市场要留意 然后就是要看看就是这个黄金供应 就是整体的世界供应 是不是供不应求或是太多了 比如说现在就像我们说油这样 太多油了 价钱就不值钱 可是这个也可能是一个短暂 一种现象 如果你看到我所谓的投资币 跟纪念币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纪念币它发行了之后 它就很难往下 就算黄金再掉了 它掉的那个幅度是非常的小 毕竟它是限量版的 是 好 我们今天谢谢叶先生 跟我们分析了这一点 好 我先稍作休息 那么在待会儿节目当中 会带来更多内容 不要走开 少后见 少后见